在现代,父母教育孩子可以说是非常用心,方方面面都想做得最好,本来这是很好的事情。 但是近几年,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现象,就是很多父母看似是在陪孩子,他们话锋通常是这样的。 陪孩子写作业,时不时刷一刷微博,陪孩子读书,时不时刷一刷朋友圈,陪孩子玩一只玩具的时候,时不时看一眼游戏,看着人是在孩子身边,但是心不知道飞哪里去了,总之就是我陪着你。 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,互不干扰的模式,然后又在心里告诉自己,我是个合格的父母,每天都在陪孩子,是的,你是在假装陪孩子,这样低质量的陪伴,对于孩子本身就是一种伤害。 我相信,所有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,也是想让孩子在自己的陪伴下变得更优秀,那之所以会出现假陪伴,应该是很多父母把陪伴当成一种任务。 大多数父母在陪孩子的时候,扮演的都市监督的角色,就是我看着你写作业,看着你读书,看着你玩游戏,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孩子的世界。 那其实真正的陪伴很简单,就是把看变成吧,将自己的脑子和孩子一起动起来,比如经常陪孩子玩一只玩具,就像是孩子玩进幕的时候,父母不做一个谈观者,而是和孩子一起动手堆,一起讨论该堆成什么样的造型,最多能够堆出来多少种,从侧面引导孩子,向孩子的思维战棒,不让玩具成为孩子打扮时间。 并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工具,而是一种温暖的亲自活动,见证孩子每一个成长,一只玩具可以说是宝宝成长中必须的东西,可以很好的锻炼宝宝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。 五光十色,千变万块的组合,都能让孩子的小脑袋飞快成长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,家长的正确指导很重要,虽然说小孩子的思维很运迷,但是有个一路人,我想孩子的成长会更快,而且在互动中,彼此有更多的交流,更能稳固和孩子的感情,也能更了解孩子。 这样的陪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陪伴。 当然,父母大多数都是需要上班工作的,每天的时间,精力都有限,不可能所有的时间都围着孩子转。 所以平时也不用说刻意花心思找方法陪孩子,就是在日常生活中,放下手机,放下手边的工作,融入到孩子的世界中去。 就是最简单的陪孩子一起看看动画片,玩玩具,一起读书这些小事情。 只要能全身心的一起,每天有一段高质量的陪伴,对孩子来说就够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